老太飞气的声音发颤 提起手里的拐杖朝着玉王妃就扔了过去 在我玉王府后院做出如此苟且之时 你们上书府未免欺人太甚 玉王妃来不及独闪生生挨了一仗 整个人身子一晃险些摔在地上 玉王一张脸已经黑到了底 直接飞出一脚踹在了江东元心口 关乎到王府脸面问题这让他无法忍受 这一脚的力道不小 直接给江东元踹得飞起来砸在了桌角 玉王妃知道玉王的脾气 唯恐他直接把江东元打死紧忙上前拉着 王爷宁消消气 东元是不懂事可也不至于打死他呀 玉王受了脚目光朝地上的夏英看过去 夏英一个哆嗦来不及多想立马求饶 王爷我们并不是故意要坏了王府的规矩啊 奴婢来给三小姐送秀样 正好三小姐不在房中 可谁知奴婢就在屋里等了一会 突然就昏昏沉沉又热又难受 碰巧江少爷进来 奴婢就求少爷帮我解决了一下 王妃之前您也说过要将奴婢赏赐给江少爷的不是吗 江东元听夏英这样说 觉得对自己有利连忙应声 是啊姑姑 夏英她中了药 只儿帮她解决一下也是合乎常理吧 玉王妃没想到两人竟将事情都推到了她身上 脸色阴沉的同时又注意到话里的重要信息 哪来的要给我查 众人顺着两人的话倒也能想通 毕竟这种事谁会光明正大的在书房做呢 但不管怎样 一定要想办法将江东元摘出去 很快一个婆子就在香灰穴里发现了迷香的残渣 老太妃犀利的双眸转向盛泉宇怒喝一声 玉儿这东西是在你的香炉中发现的 事情也是在你这里出的 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太妃我真的不知 盛泉宇眼眶泛红声音中带着几分紧张 你这个孽障你到底做了什么 玉王一张脸阴沉如冰不等盛泉宇说完 大手就朝他扇了过来 然而盛泉宇身形一转躲了过去 眼中寒光乍现 父王什么都不问就认定是我 您不觉得太草率了吗 若接我回来就是为了让您打死的 您直接将我扔在乡下不管岂不是更好 盛泉宇侵烈的眸子直迎着玉王的目光 绝强的没有丝毫的躲闪 心了 老太妃贺助玉王 先把事情查清楚再说 盛泉宇拿出秀仰 环视着众人轻驰一声 从我接到玉王府的信 半路刺杀 恨奴陷害 姐妹重伤 你们欺负人也要有个限度 今天若不是恰巧叫夏音过来 那现在衣裳不准跪在地上的人 是不是就是我了 说着话 盛泉宇双母之间灵光乍线 冷眼只向江东元 府中内院 万难不可随意进出 而江源东却在深更半夜来去自如 尚书府的人 还真把玉王府当他们家后花园了 这话一出 众人不由地道歇一口狼藉 正如盛泉宇所说 原来江东元的目标其实是盛泉宇呀 江东元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玉王怒吼着 上前一把拽起江东元的衣领 直接将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江东元吓得直哆嗦 连连否认 一张脸惨白惨白的 没有一丝血色 可如今事实就在眼前 玉王哪里还听得进去他的话 大拳举起来就要朝江东元脸上招呼 玉王飞下得心头一颤 玉王是武将 这一掌下去 江东元肯定得废 来不及多想 紧忙上前拽住了玉王的胳膊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王爷 东元是我大哥的敌长子 您手下留情啊 留什么情 玉儿还是玉王府的敌女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在护着江东元 你不如回你的上书府好了 太妃气得一脸铁青 目光如利剑一般朝玉王飞射了过去 玉王飞眼泪哗哗落下 太妃息怒 东元犯了错 我定不会轻饶了她 可是我们玉王府和上书府 终究是连着亲 更何况我们两家的商路 也正在筹划之中 眼看玉王飞拿捏要害 就要动摇人心 盛前雨突然抽泣一声 瞬间泪如雨下 太妃 父王 你们还是将玉儿送回乡下吧 我什么都不求 只求安安静静的生活 在王府我害怕 真是可怜的孩子 回到了家里 还不能保证自身安全 让人心酸呐 烟测飞灵头才一脚 叹息的看向盛前雨 她这话说的不清不淡 却直接戳了玉王的后几辆 身为统领大军的战将 如今后院女眷的安全 都得不到保障 这个脸打的是真疼